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由于近些年来国家开始支持新能源汽车 现在新能源汽车如雨后春水一样冒出来 可是新能源汽车现在处于发展之初 新车市场良幼不齐 在这里小编给大家推荐几款比较靠谱的新能源汽车 第一款小编要介绍的就是比亚迪琴Pro 这是比亚迪即将发布的新产品 在外形上这款车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的设计风格 其前脸的进气炸采用了大嘴式 LED大灯位于两侧活脱脱的像一张人脸 该车是采用了溜背式的线条 时尚感十足 该车的尺寸也相比之前也有提升 其长宽高分别为4765毫米 1837毫米 1495毫米 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的是1.5T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 其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13千瓦 还有一款就是宝马530了 这款宝马5系也是其首次试探混动领域 而宝马5系声誉意志很好 其静音效果和机械配置都远远感超奥迪 而这款混动力汽车在外观上 保持了宝马一贯的设计风格 沉稳大气 进气炸分成了两个部分 并用镀刻包围 而LED大灯位于其两侧 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的是2.0T发动机 以及最大功率为70千瓦的电动机 还可以调节不同的模式 比如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下 可以只采用电动机模式 只有踩油门才进入混动模式 百公里加速仅仅需要6.9秒 所以这款车的动力还是非常用心的 以上就是小编介绍的两款混动力车 以后肯定混动力车会占据中国市场 所以这两款你们看中了吗 这款车的动力车会占据 这款车的动力车会占据